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中 已经有421个确诊案例 23人死亡 在疫情的影响下 他们不再有办法向路人要钱 没有公用厕所可用 也没有施舍的救济处 纽约市拥挤的收容所成为病毒的温床 为了解决收容所的拥挤 纽约市将一个晚上花200美元租用旅馆房间 让有症状的流浪汉隔离 市长白色豪表示 会提供6000个旅馆房间的床位 优先住进去的会包括老人 有症状的人和确诊病人 为了减少人群聚集 收容所现在将用餐时间错开 而为了避免他们出门 也不再要求房客在清洁过程中离开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纽约报道